字幕提供 大家好 大家好 時間了 想到六七年前的國產車 我想到的事情大概就是對配置而已 至於看起來怎麼樣 或是開起來怎麼樣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六七年前之後呢 其實現在的國產車除了配置要高之外 外在顏值以及內在的內涵 已經是非常重要 我們今天找來了兩款車型 分別是MG1以及長安的 CS55 Plus 今天這兩款試駕車都是頂配車型 MG1的官方指導價 是12.98萬元 CS55的官方指導價是12.19萬元 我再強調一次 這兩款試駕車都是頂配車型 既然MG1我之前已經試過了好幾次 我們今天先從CS55的外觀開始講起 首先是這輛車的前臉 大家可以看到 這車的前臉的高度明顯是比MG1高了一些 所以說看起來可能會比較有氣勢 另外就是它的中網面積非常的大 然後呢它的中網裡面有一些這種小的 這種鍍鉻的飾條 它不是直接簡單粗暴的拉兩條過去 看起來很了無心意 它這種設計看起來比較有立體感 而且上面還有一個透明的蓋子 蓋著 那它的大燈呢 是用了九組的高光LED芯片 這個亮度啊我想比應該是還不錯 我們之前AH100的文章都有提到的這個大燈 是一個它的特色 那再來看到MG1的前臉 其實大家應該已經非常熟悉這輛車的前臉 是不是 遠看呢 有一種這種從中間這樣發散出來的感覺 近看其實這有點像是 讓我想像哈利波特啦 然後這個車的大燈也是LED光源啦 但是呢它的日間行車燈是使用了一個品質型的排列 這一點我是覺得蠻有特色的 那再來呢 這兩輛車都使用了19英吋的胎夾圈 那這輛車是使用馬牌的PC-6輪胎 那這輛車是使用登陸譜的趕越克ST30輪胎 那我剛剛上網查了一下他們的零售價 其實這條胎的價格是比較高的 超過1000塊 那這條胎呢 登陸譜的輪胎價格是稍微比較便宜一點的 大概八九百塊 所以這輛車的輪胎成本其實 原廠給的成本是比較高的 然後還有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手把 這邊還有一個不要石進入的一個按鈕 可是呢在長安CS55 Plus上面呢 它只有駕駛座這邊才有 所以就是說你這個無鑰匙進入的功能 只能從這邊開啟 那這輛車呢 可以從前排的任意兩個門開啟 另外這輛車還有一個 手機的解鎖的功能 你可以用手機 你一直帶著手機 就可以用藍牙的功能把它解鎖 五個門都可以 也就是說你還可以授權 給你的朋友 你懶得下去拿東西 你可以叫你朋友授權給他 就要在你的車上拿東西 後門也可以拿 還有後備箱門也可以拿 另外大家還可以看到 就是這兩輛車的車高 其實從車頭開始 一直到車頂的高度 這輛車明顯是比那輛車要矮一點的 有一點這種跨界SUV的感覺 那這輛車的車側還有一個 我覺得之前已經提過的 就是這個D柱上的一個零形的格子 雖然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實際的作用 但是呢 總是多一點點一些裝飾嘛對吧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看看這輛車的車尾 這輛車的車尾 我覺得長安現在非常喜歡用一些這種設計 就是尾翼非常的尖 中間也有兩個高位煞車燈 另外呢 這輛車的尾燈使用一個全白的設計 我覺得看起來是滿簡潔的 有些人可能覺得紅色的 或是燻開的比較好看 這我不管啦 然後呢 它的後備箱蓋 是電動的 那它的對手 MG1 可能就沒有這種電動的 需要手開的 這一點是 CS5比較佔有優勢 還有就是 這兩輛車都一樣 就是他們的排氣管 都是隱藏式的 但是卻在保險槓上 做了一個這樣子的開口 那 MG1是做的比較含蓄一點 那 CS55 Plus是直接做在這個包圍的上面 看起來遠看很唬人 還有一個這麼大的鍍鉻 但實際上呢 走近一看發現這什麼都不是 只是個裝飾而已 可能洗車的時候會比較麻煩 那最後呢 我們來看看 MG1的車尾 事實上 CS55 Plus有了 它都有了 例如呢 這個 在尾翼上的高尾煞車燈 我覺得它設計的是挺小巧的 挺可愛的 另外呢 它的這個尾燈 讓我想起 捷豹的以前的一款老車 叫做E-Type 那還有就是它的包圍上呢 一樣有兩個裝飾性的排氣管出口 不過這個我剛剛講是裝飾性 它並不是真的出口 那它不是用這種傳統的鍍鉻 它用的是一個黑化的處理 我覺得更能符合這輛車的車型定位 那事實上我覺得啊 現在這兩輛車呢 它們真正的戰場 並不是在外觀 因為外觀這種事情是見仁見識的 我覺得好看的 你不見得覺得好看 我就認為它們真正的戰場呢 是在車內的配置 好 那一座上這輛長安CS55 Plus 我首先是覺得這輛車 上車的這個高度比較高 底盤高度比較高 比較像是一輛SBB 然後呢 它的儀表盤的設計 其實讓我想到了法系車的標誌 因為在這個中控台的相對高的位置 其實這樣設計是有好處的 就是你在看前方的時候 視線不用大幅移動 就可以看到儀表盤上的信息 只不過我覺得這個儀表盤上 有些字其實是稍微有點偏小 如果能再大一點 它的這個讀取性會更好 而且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方向盤 它為什麼要做成這樣子 上下都是扁 除了看起來更加動感之外 另外一方面就是因為 你如果做成圓的話 那它就是不偏不移的 擋到這個影角盤的視線 其實我相信你如果再做低一點 真的是會擋到一點點影角盤 但是這個就看你怎麼取捨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不好的設計 而是一個比較新穎的 看你能不能接受的一個設計 那它的中控屏呢 其實也是有一些亮點所在 首先它支援這個手勢的操縱 你比心它會有反應 點讚就是導航到公司 那拍照呢就是這樣子 比一個頁一個剪刀手 我剛剛講到比心 比心其實就是回家啦 你只要這樣比 那既然有鏡頭呢就代表這輛車 其實是有刷臉的功能 什麼叫做刷臉的功能呢 就是你綁定你的手機 你只要帶著你的手機 跟你的臉上車 踩下煞車踏板 這輛車就可以啟動 你不用帶鑰匙 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功能 另外這輛車如果偵測 你在抽煙的時候 它會自動把這個車窗打開 但是我還是建議大家開車的時候 不要抽煙 真的是比較安全一點 那講完了這些特點呢 我來講一下我使用的感覺 首先我是覺得這個 它的介面稍微有點過於複雜了 有點就是覺得好像想把所有的信息 全部塞在同一個頁面 有點混亂 另外呢就是它的空調 竟然只有單需空調 我覺得可能對其他競爭對手而言 這是一個比較不利的地方 那還有就是這輛車的一些配色 我覺得這輛車中控台的設計 質感什麼的都還不錯 而且它還有實體按鍵 還有一些拉絲的紋路 可是就是門板這邊 用一個很大面積的紅色 我覺得這個紅其實有點太過於搶眼了 不夠沉穩 但是這是個人的喜好 所以不代表每個人都是這樣想的 那還有就是它的一些儲物空間 我覺得儲物空間表現十分的不錯 無線充電 杯架 底下還有一個很大的儲物槽 那這個儲物槽可以放水 放紙巾 尤其是可以放很多紙巾 我知道很多人開車的時候很費紙 那這個紙巾可以多放好幾包 那乘坐空間的話呢 我覺得這輛車的前排乘坐空間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地方 就是它的腿部支撐稍微比較欠缺一點 因為它的椅墊比較短 那身高比較高的人或許是非常有感覺的 那後排的空間表現到底如何呢 後排空間其實呢 西部還不錯 兩拳左右 頭部大概也是有一拳啦 但是它的乘坐是有一個問題的 就是它的椅子 椅墊的長度是稍微有點短 而且對前面的大腿的支撐性是不太夠的 那我剛剛說因為我不高 所以這個問題是沒有太會出現的 那如果是身高 更高的人 想必是更有感覺的 那配置上呢 我覺得還可以 兩個USB的插槽 以及一個空調的出風口 我認為在這個十多萬的這個 緊湊型SVD裡面 表現算是還可以的 來到MG-1的車內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中控台的佈局 是相對比較傳統一點 也比較我們是比較熟悉的樣子 就是儀表盤是儀表盤 中控屏是中控屏 那它這個是使用一個雙連屏的設計 它是一個12.3英吋的儀表盤 加12.3英吋的中控屏 那這邊呢 其實有人說它是三連屏的設計 這其實是一個觸控面板 有控制後視鏡 大燈或是車鎖這些 比較次要的控制 那我發現這輛車的中控台上的按鍵 絕大部分都是觸控式的 而且按下去會有一個 有點像是微波爐的聲音 那我覺得呢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喜歡使用按鍵 不過據我所知 這種觸控屏 其實它的成本不見得也比較低 那另外就是這個車的多媒體系統也是一個賣點 它搭載了洛神智慧座倉系統 那它的芯片是驍龍855的芯片 不過我覺得這些都與我們太遙遠了 重點是用起來怎樣 我覺得我這樣用起來 雖然我個人是不太用這種東西的 我只聽音樂跟導航 但是我這樣摸下來 我覺得它的介面的編排 是比CS55 Plus要來的整齊 而且比較易用一點 因為CS55 Plus上面那套系統 我覺得它的介面是有點複雜的 那這個東西呢 這輛車上的介面呢 我覺得是相對比較清晰簡單明瞭一點 而且邏輯上呢 雖然是大同小異 但是我覺得看起來是比較 移外介面是比較賞心悅目一點 那它的儀表盤呢 顯示的字啊 字體也都很大 不會有說太小辨識不到的問題 那除此之外呢 這兩輛車其實在音響系統啊 都有一些琢磨啊 這輛車使用的是YAMAHA的音響 那輛車是使用的先鋒的音響 我覺得這種聲音方面的東西 也是要看你喜歡什麼風格的啦 我是覺得這輛車的音響效果啊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的 那至於這輛車內飾的質感啊 其實我覺得現在 國內的廠商處也都還不錯啊 只不過這輛車的配色我是比較喜歡的 因為它沒有說那種太出格太跳的顏色啊 除了這個安全帶 但是這個安全帶我覺得 它不會說佔一個太大的面積 所以只是起到點綴的作用 那其他像是這種銀色的飾板啊 也是有拉翅耶 要不然就是黑色的翅膀 而且一些細節還有一些橘色的縫線啊 跟車色很搭 那儲物空間我覺得 兩輛車其實相差的這個並不太大 該有大的地方都很大 那像是杯架啊 無線充電啊 門板上的儲物空間啊 都是應有盡有的 那乘坐空間方面呢 我覺得首先 這輛車的椅子坐起來真的是比較舒服 因為它的椅墊是比較長的 相信個子高的人一定是會有感覺的 那來到後排啊 其實細部空間差不多 大概是兩拳啦 這個可能稍微小一點點啦 然後頭部空間大概是一拳左右 椅子呢 我覺得呢 它的椅子的支撐性啊 是稍微好一點的 對前排這邊 比較沒有像剛剛CS55 Plus 說的前排全空這麼多 然後另外呢 它一樣有後排出風口 不過它的後排出風口 是可以有兩個調節的 那順帶一提 我剛剛在前排忘了說 就是這輛車的空調呢 是雙區恆溫空調 雙區自動空調啊 那CS55 Plus啊 是只有單區的 我如果沒看錯的話 它只有單區 然後這邊一樣有一個 USB的插槽 只有一個 然後還有一個儲物空間 可以放一些 像是什麼充電寶啊 或者是那種小包的紙巾啊 或者是手機之類的 我覺得還算是實用啦 那整體下來我覺得 兩款車的空間表現 其實是在博重之間 但是做起來喔 MG-1還是比較有優勢的喔 好 接下來的環節呢 是動態體驗啊 那在講動態體驗之前呢 其實我想提一堆 就是它這個全景天窗啊 它的全景天窗的採光面積 是滿大的喔 有時候在陰天的時候呢 讓車內看起來 比較不會這麼的陰暗啊 那個通透度會增加一些啊 再搭配啊 我個人頭頂自帶的補光燈 這個效果是更好的喔 好那言歸正狀 那我們開始來講一些它的一些參數 以及配置啊 首先呢 是這輛車搭載了1.5T發動機啊 那它的最大功率呢 是188馬力啊 最大扭曲是300牛米啊 那在這輛車呢 還搭載了喔 7速的濕式雙禮盒系變速箱啊 其實我一直覺得喔 長安在這個動態調校的功力啊 是還不錯啊 幾年前參加一次公司內部舉辦的 中國品牌的橫評啊 那時候長安的車 CS75就是讓我留下還不錯的印象啊 那這整輛車的行駛品質啊 表現得都還不錯啊 只不過呢 這個變速箱啊 可能是為了它的舒適性 所以總感覺啊 它的接合的速度是稍微比較慢的 有時候啊 你停下來 要再加速 油地板油的那一瞬間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動力出來的 會比較緩慢一點 需要思考一下的感覺啊 那當然 雙禮盒系變速箱啊 常常是有這樣的一個特性啊 那平心而論啊 我覺得啊 雙禮盒系變速箱啊 長安算是調校的還算不錯的啊 只是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因為現在8AT變速箱已經是 一個很成熟的產品了 所以 它的反應可能還是會比8AT 稍微慢那麼一點啊 更不要說是跟CVT變速箱相比啊 好 那再來說到這輛車的轉向啊 其實我覺得 這輛車的轉向呢 是偏比較緩慢的那個類型啊 也就是說這輛車其實給你開起來 並不是說這麼的輕巧 而是比較沉穩一點 而這輛車在轉向的時候啊 你會覺得 我需要多打一點方向盤 那當然這個是有好有壞啊 那好的就是說你高速公路上啊 你執行的時候你不會這麼的靈感啊 不會說動一下方向盤 車馬上就很大的反應啊 那壞處呢就是你在市區 例如你要掉頭的時候 或是拐一些小彎的時候 你方向盤可能要打得比較多啊 這個有好有壞啊 沒有說怎樣一定是最好的 那它的減震我覺得 是屬於這種保留一些路感的類型啊 尤其是遇到這種 連續的破碎路面呢 路感會比較強一點啊 但是 跟其他的中國品牌相比 可能比較有一點個性 因為 很多品牌都會習慣把這個路面的 所有的一切的不平都抹消掉啊 但是這輛車啊 可能是為了跟它的內飾這個 比較戰鬥的設計風格有所連結 所以這輛車開起來是稍微 路感比較強的一點啊 我們現在在MG-1的車內啊 介紹之前也是先提一下 它有一個很大的全景天窗啊 採光面積不小啊 但是因為這輛車呢 主打的是數字運動啊 所以說啊 它的ABC柱的這個飾板以及頂風 都使用黑色的啊 那整體給人的感覺啊 是沒有CS55 不知道是這麼的通透啊 但是 既然它主打這個是運動嘛 所以這樣的設計也是 沒有什麼不對的喔 那首先 先講一下它的一些配置以及參數啊 它的發動機呢 是一台1.5T發動機啊 那最大功率以及最大扭矩啊 都比CS55 Plus要少一點啊 最大功率是181馬力啊 最大扭矩呢 是285牛米啊 然後呢 它匹配的是一台啊 CVT變速箱啊 但是有意思的事情來的啊 雖然它的最大功率以及最大扭矩呢 都不如CS55 Plus啊 但是呢 也因為它變速箱啊 跟這個發動機匹配的 搭配的比較好啊 所以說 我覺得它開起來 這個反應呢 反而是比CS55 Plus要好一些 應該是說 好的滿明顯啊 怎麼說呢 就是跟我剛剛說的 因為它反應夠快嘛 在你這個大腳油門下去的時候啊 發動機的轉速啊 馬上就會攀升上去啊 而且變速箱啊 比較沒有那種需要思考一下的感覺啊 而且呢 這輛車是有兩個駕駛模式而已啊 一個是Normal 一個是Super Sport啊 就算你在Normal模式 就是正常模式之下 它的反應都 我覺得算是足夠迅速的啊 那講到這個Super Sport啊 你按下方向盤上的這個按鍵啊 或者是再把擋霸往後拉一下 都會進入到Super Sport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這個儀表盤變成紅色的啊 而且呢 這輛車的變速箱的反應 甚至是聲浪啊 都會跟Normal模式有所不同啊 那講到這輛車的轉向呢 其實也是營造這個車的 輕快感覺的原因之一啊 因為這輛車的轉向啊 其實是比CS55 Plus要來得靈活一點 它車頭的響應速度呢 是比較快的 尤其呢 是你在都市裡面啊 你要過一些小彎啦 或者是掉頭的時候啊 你會覺得這輛車啊 明顯的 轉起來比較沒有那麼手忙腳亂啊 轉的東西 這個方向盤的圈速會比較少一點啊 那它在高速的時候 我覺得也不會說 有一種這種過於敏感的 算是拿捏的恰到好處啊 那再說說減震好了 其實減震啊 我剛剛不是說啊 有些車的減震呢 是屬於想要把所有的震動都抹消掉的那個類型啊 其實呢 這輛車啊 就是我剛剛說的這種類型啊 因為它能把這些啊 像是減速崁啦 或是凹陷的頸蓋啊 這些東西呢 盡量能給你抹掉就給你抹掉啊 不會有這麼多的震動啊 那我覺得 雖然說這個設定啊 相較於它的外型啊 是沒有那麼的動感啊 或者是說這麼的 強烈的運動性啊 但是呢 我相信開這輛車的人啊 應該大部分都是一些家用的用戶啊 那這樣的設定我覺得 也不是一個不好的事情啊 反而是更能貼近市場啊 因為大家注重的還是舒適性嘛 那還有一個功能啊 我剛剛差點忘了說啦 就是這輛車呢 在低速的時候打轉向燈啊 會顯示出車輛周遭的一些影像啊 以及啊 它有個這個透明底盤的功能啊 那我覺得這個功能是滿實用的啊 無論有沒有透明底盤啊 光是你看到車身周遭的這個狀況呢 會讓你比較醒來一點 但是透明底盤呢 是它獨有的 那長安的這個CS55 Plus呢 是只有車身周遭影像的功能啊 這是它們之間的區別啊 經過這一段時間相處下來 我覺得這兩輛車在靜態的方面啊 其實真的是殺得難分難解啊 因為它們的顏值都還不錯啊 那配置呢 都很高啊 其實是有點大同小異 互有所長啊 另外呢 這兩輛車的智能化的程度也非常的高啊 還有就是呢 這兩輛車的差異啊 在靜態方面啊 我覺得其實就是在一些細節方面啊 例如說啊 誰的UI介面更漂亮啊 更好用啊 誰的椅墊長度更長一點更舒服啊 但是我覺得這都不是 今天我們所體驗到最主要的差異啊 最主要的差異還是在開起來的部分啊 事實上我覺得 大概五六年前六七年前啊 長安啊 在中國品牌裡面算是開起來 我覺得調教得不錯的一個車企啊 它的不管是動力的匹配呢 還是底盤的調教呢 我覺得很符合一個家用車應該有的樣子啊 但是這幾年過去其他車廠也都在進步啊 像我們今天的另外一個主角MG-1 我覺得這套動力總乘呢 1.5T加CVT 雖然在參數上或者是這種科技性上 你可能不會覺得說它是有多麼厲害 多麼有值得歌頌的一個動力總乘 但是它開起來 我真的覺得有一點點像很早以前的這種風險車 沒有什麼太強烈的個性啊 但是它就像你手腳的顏色 你要它幹什麼它就幹什麼 踩了油門就走 鬆了油門 也不會說這樣拉一下把你拉去 所以我覺得如果以輛家用車而言 它的表現或許會更討大多數人的歡心吧 比它明顯是要在動力這方面 在這個動態的表現是更讓人喜歡的 那我不知道在屏幕前的你是怎麼想的呢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告一段落了 大家後會有期啦 掰掰